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周行川上热搜时,我刚结束了一门课程。 左脚才踩进办公室,就被楚心抓到座位上八卦。 没想到周行川不仅会演戏,还会写歌,真是我的梦中情难啊呀。 不知道从哪儿爆出来的,一段模糊的视频。 教室里,穿着白T的男生,抱着吉他自弹自唱。 少年青涩的暗恋心事,在吉他伴奏下缓缓诉说。 最抓人心的是,视频的最后一秒。 他凑进了话筒,留了一个晚安文,然后瞬间红了脖梗。 视频里的男生没有露脸,可脖子上那颗痣,和独一无二的嗓音, 无疑在宣告这就是周行川。 楚心把最后几秒反复播放了几遍,感叹道周行川老婆到底是谁呀。 吃得真好啊。 三年前,周行川凭借着电影《星途璀璨》一举斩获金鹿奖影帝。 颁奖典礼上,女主角脚下打滑,倒在了他的怀里。 画面很美,大家都说电影里的必结局在现实中得到了圆满。 可下一秒,周行川就宣布自己是已婚。 周行川神秘的另一半,成为娱乐圈的一个谜。 我揉了揉楚心的头,开着玩笑,你就确定是写给他老婆的。 万一是写给别人的呢? 毕竟作为周行川老婆,我和这个视频是初次打照面。 不可能吧?我不信。 楚心捏着我的肩膀晃,用何以称的语气审判我,吃不到就胡言乱语是吧,梁远兴。 承认吧,梁远兴。 你极度地发狂。 我被他逗笑,没有再争辩。 这时,置顶微信弹出来一条消息,来自Z。 晚上回家来吃。 我盯了屏幕三秒,回复过去。 好。 然后和楚心说了句晚上不能陪他吃饭了。 楚心揶揄地看了我一眼,你老公回来了。 我点点头。 好吧,有个一天报备八百次的乖乖老公,周行川也没那么像。 随后,一脸意味伸长道,祝你夜晚愉快哟。 我牵了牵嘴角,心想你可能误会了。 我和我老公关系不至于那么暧昧。 哪家乖乖老公,会把微信聊天当作日成本在聊。 我这么想知道他的行程,大可以直接在后援会的群里看。 到家的时候,周行川已经在了。 早上出门乱成一团的房子,现在已经焕然如新。 周行川带着围裙,像是把家里打扫了一遍,正弯着腰整理沙发。 脑子里电光石火,我几乎是丢下包冲了过去。 早上收衣服,我随手放在了沙发上。 暴露在最上方的,是我的内衣。 我出门前,觉得看着不整齐,又在上面压了个抱枕。 等等,沙发别整理。 可动作还是慢了一步,周行川已经挪开了抱枕。 我一个闪身,先周行川一步扑在沙发上,眼疾手快遮住了那件内衣。 脚下却没稳住,扯着周行川一起往沙发上倒。 高挺的鼻梁就这么撞上我的耳阔。 疼吗? 做什么这么冒失? 周行川皱了皱眉,伸手揉了揉我的耳朵。 我下意识地躲了躲。 痒,这句话一出,我俩皆是一症。 我这发出的是什么鬼声音啊? 怎么这么嗲? 疏然间,半压在我身上的身子僵了。 周行川迅速翻起身子,刚刚那只抱枕出现在了他的大腿上。 他的皮肤很白,此刻耳朵薄梗已经染上了可疑的薄红。 成年人,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吗? 我还真没见过。 漫长的十秒过去,还想看。 周行川微微皱了皱眉,声音低沉又沙哑。 我看了一眼他腿上的抱枕,落荒而逃。 从厨房端菜出来,沙发上的衣服已经被叠好了。 我闹了个大红脸,狡辩道,我今天是出门太着急了,家里平常不这样。 周行川不置可否,只是微微挑了挑眉梢,表情不变。 可我已经读懂了,他想说,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以后我会注意的。 周行川往我碗里放了个包好的虾,不用,这样就很好。 哦,哪里好了? 我把下塞进嘴里,你今天怎么回家了? 两个月的戏,到今天也才十五天而已。 之前都是禁组及常住了,媒体多。 他微微皱了皱眉,很烦。 周行川抬头看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脸。 我下意识去擦他纸的同方向脸颊,一片干净。 刚想拿起手机照照镜子,一阵清新的柑橘香扑面而来。 周行川轻身过来,往我的右脸擦了擦。 指尖微凉,脸却发烫。 我有些慌乱地接下他手里的纸巾,我自己来。 周行川捏了捏手指,明明出糗的是我, 我却发现他的脖子突然红了。 莫名想到热搜上的那个视频。 少年对着镜头亲吻,脖子染了整片红色。 我心念一动,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 周行川? 嗯,你的告白曲是写给我斟酌了一下用词,喜欢的人吗? 周行川愣了愣,点了点头,嗯。 心脏墨地沉了一下。 是谁呀?我认识吗? 语气故作轻松。 周行川疏然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我看不懂的情绪。 我心里发慌,埋头吃饭,不说也没事,我就随口一问。 漫长的几秒过去,周行川才很轻地说了一句,你不知道吗? 啊? 直到周行川进了浴室,我才后知后觉,他好像有点生气了。 只是,他向来情绪很轻,看不太出来。 饭厅的气氛冷下来,我手里的饭也不香了。 于是,准备把剩的菜放进冰箱里。 刚打开冰箱,就看见一个精致的石盒静静地躺在保鲜层。 城东老字号那家糕点,老师傅手工限量,每天队排得老长。 而周行川向来不喜甜。 我突然想到刚才他说的那句媒体很多,很烦。 很烦,所以去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买了和自己我喜欢的糕点。 周行川总让我琢磨不透。 明明我们只是协议结婚,他却在事业巅峰期,公开宣布了自己的婚讯。 我和周行川从小就认识了。 从幼儿园到高中,青梅竹马,硬是没有培养出互相的爱意和暧昧。 甚至结婚,都是因为他爷爷年纪大了,才把陈年约定的婚约重新提起。 可周行川不愿意,他在书房跪了一夜,还挨了顿打,把爷爷气到住院。 是我主动找到他,提出和他协议结婚。 医院长廊之下,周行川抓着我的手腕,莫名颤抖,梁远兴,你不要后悔。 我的手腕被他握得发烫,连同心脏也一样。 不后悔啊,大不了等爷爷病情稳定以后,在离婚也,话还没说完,周行川站起来拉了我的手腕,直奔民政局。 我还是很好奇周行川的热搜,躲在房间里重新拿出了手机。 刚打开微博,就被惊吓到了。 我在微博上没有社交,如今右上角却闪着999家的消息提示。 点开评论区,才发现我设置的内容半年可见,因为会员掉了之后,全部显示了。 多年以前记录的少女心事被赤裸裸摊开。 其中一条陈年旧微博更是被疯狂转发。 那是一张周行川在高二运动会上跳远的模糊侧脸照片。 高中的周行川原来是博主在吃。 呜,好帅啊。 从第一条微博算起,十年微博全是周行川,纯IP应声倒地。 专属于周行川的微博,这谁能不说一句真爱? 是啊,娱乐圈那么多男明星,我却只追周行川。 就像当年运动会上,老师叮嘱我拍出所有运动员的风采。 事后做宣传报却只能无语地看我,我说的是所有运动员,不是周行川。 还有那天领完证回到家里,连我妈都说我对自己的未来太草率。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个戳盖下去的时候,我的心跳有多快。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害怕周行川认出这个账号是谁。 敲开侧卧门,我的脚步还有些虚浮。 房门应声而开,周行川穿着宽松的浴袍,头发还滴着水。 水滴从鬓角滑入胸口,引在了肌肉线条之间。 耳朵上的蓝牙耳机闪着,我有些慌乱地转了身子,我等会儿再来。 刚要落荒而逃,手腕上传来一道力量。 下一秒,我便被拽入了房间,困在了她的手臂方圆内。 耳机里还在通话,电话那头经纪人的声音,大到连我都听得清楚。 北极星星到底是谁呀?高中同学吗?有没有你的黑料啊? 需不需要联系?我竖起耳朵,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周行川猴杰上下滚动,先不管,挂了。 悬着的心又落回下去,她并不知道北极星星是谁,也没兴趣知道。 喜欢周行川的人一直都很多,高中也是这样的。 她对所有人都冷淡,包括我。 可看到今天那个视频我才知道,她对自己喜欢的人, 也能真诚又炽热。 找我有事。 周行川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抬起头,猝不及防撞进了她深邃的毛子。 心中色然,今晚不该八卦你的。 我一开了视线,当初说好了互不干涉, 是我越界,话还没说完,周行川就突然伸手捂住了我的嘴。 手掌微凉,混着清新的柑橘香,沁得我头脑发昏。 大概是错觉,周行川像是轻笑了一声。 她松开我,又转而把手放在我的耳后,覆盖着我整个后脖梗。 耳朵越来越热,心跳越来越快。 你高中最喜欢的那本何以呢? 她的声音低沉又有磁性。 不知道周行川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可眼下的情景,我无法思考太多。 我强压下心跳回忆,上个月老宅整理旧书, 我寄给资助的女孩了。 说起小说,其实并不是太好的回忆。 高中晚自习看小说,被老师没收, 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公开处刑, 周行川这个第一名,坐在你旁边,真是浪费资源。 全班哄堂大笑,那种窘迫感, 到如今想起来还很鲜活。 从那天之后,我好像就不怎么看小说了。 怎么了?周行川愣了愣, 难难道,原来是这样。 什么?我不明所以。 星星,你再问我一次。 她突然凑近,近乎是蛊惑,什么都可以。 我瞬间心如雷鼓,连心跳都乱得不行。 电话响了起来,屏幕上赫然闪烁着梁以诚。 我想挂断,却在慌乱之中暗沉了接听。 电话那头,梁以诚的声音几乎要刺破我的耳膜。 我,星星,我回国了,惊不惊喜。 我下意识抬头看周行川,他的脸已经黑了。 小时候,我们三家人是邻居。 我和周行川,梁以诚甚至每年都有合照, 我们的关系也挺融洽。 七岁那年,梁以诚搬走了, 直到高中才转来了我们同班。 再见面,周行川和梁以诚莫名就有些剑拔弩张。 主要体现在梁以诚, 见了周行川就哼哼,好装逼呀他。 周行川也是见了梁以诚就冷脸。 我脑子疯狂转动, 最后指了指手机,想先离开。 刚从周行川胳膊底下钻走, 又被拦着腰抓了回去。 周行川末地附身在我右耳边, 开口几乎是气声,就在这间。 一瞬间,苏马感窜遍了全身。 左耳的电话里,梁以诚嚷嚷道, 星星,你怎么不说话? 开心疯了? 我是要疯了。 脑子混沌,我支支吾吾。 啊,欢迎你回国,是有什么事吗? 梁以诚语气突然委屈,你好冷淡。 他哼了一声, 你和周行川约定的两年快到了, 我回来抢婚行不行? 脑袋轰了一下,要炸了。 他在说什么鬼话? 我把头埋得更低, 根本不敢去看周行川。 话还没说出口, 手机就被抽走挂断。 周行川紧紧掐住了我的腰, 语气冰凉, 他要抢谁的婚? 梁以诚知道我和周行川的协议是个意外。 和周行川领证之后, 他就进了组, 却每天雷打不动给我发来他的行程, 处心见了直则则, 你老公是多年你啊, 一天报备八百次。 那时候, 我的心里生起了一样的感觉, 像是陷入恋爱一般。 婚后一个月, 周行川才回到了家里。 我不小心闯进浴室的时候, 他还没有穿上衣。 新婚, 浴室, 裸男, 本来该是多暧昧的画面。 可我看见他背上, 是密密麻麻的伤痕。 那是他拒绝婚约时候, 被爷爷打出来的。 一道道伤疤, 像是凉水浇在头上, 提醒我别越界。 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 周行川回了剧组。 第二天, 在梁艺诚的酒吧里喝醉, 他笑我, 都暗恋成真了, 还借酒交仇, 借酒交仇的应该是我吧。 梁艺诚身边的女孩很多, 他却总喜欢拿我当挡箭牌, 想追我呀。 在我心里, 星星可是第一位, 我当然不会当真。 我没理会他的胡言乱语, 说, 你懂什么, 他又不喜欢我。 联婚都是我求来的协议, 说不定两年后就离了。 被抓包, 我心虚得很。 我不小心说漏嘴了, 对不起。 话还没说完, 脖子上传来微微刺痛, 他竟然咬了我的脖子。 周行川双手掌控着我的下巴, 让我不得不抬头。 目光对上, 他的眼神晦暗不明, 像是藏了很深的情绪。 你总是和他说的比较多。 他哑声说, 我, 我没能说出口。 因为周行川拖着我的下巴, 直接就吻了下来。 呼吸被掠夺, 我难以置信地瞪大眼睛, 却失去了所有力气挣扎。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才得以喘息, 却又在下一秒被抱起。 你干嘛, 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周行川一脚踢上了房门, 越界, 一夜无眠。 我收回对周行川清冷自持的评价。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在周行川的床上, 身上清爽, 但酸痛。 周行川的手机衣服都已经不见, 手机里也没有他的留言。 下半夜的时候, 我迷糊间就听见了他接到剧组电话。 应该是已经走了。 我压下心中微不可查的失望, 准备起床, 门却突然从外面打开了。 周行川一身家居服, 清爽干净, 但脖子上的痕迹很明显。 那是我, 下一秒我就羞耻到把被子蒙上了, 任他喊了好几声都不回应。 早餐做好了在桌上, 时间不够, 不能送你了。 周行川的声音从被窝外传来。 我脸被蒙得发烫, 闷闷地应了一声, 始终没有探出头。 过了几秒, 头被人隔着被子轻轻拍了拍。 周行川的声音更近了。 我走了, 星星, 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 梁亦诚在他的酒吧里 组织了好几次的聚会, 我一次也没有参与。 是不是周行川不让你来见我? 我要报警抓他。 梁亦诚在电话那头愤愤不平。 我嘴上说着不是, 心里却发虚。 那天晚上, 一时沉沦的时候, 我还想和周行川解释 梁亦诚只是喜欢开玩笑。 周行川咬着我的脖子, 闷闷道不许提他。 恰逢七中考, 就这么错过了梁亦诚的局。 办公室里灯火通明, 我连续改到了好几张三十多分的卷子, 心中难免烦躁。 站起来倒杯茶, 隔壁座位的楚心突然拉住我。 卧槽, 我男神隐婚对象是蒋瑶啊。 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我愣了一瞬, 楚心晃晃我, 探班约会被拍到了啊啊啊啊啊。 直到改完所有试卷, 我才点开了微博。 周行川讲谣, 周行川隐婚对象, 周行川讲谣甜蜜约会, 好多个相关话题, 第一个更是跟着报字。 最热门的一组图, 是由一个不知名的狗仔爆料出来的。 走廊尽头, 俩人靠得很近, 相片看起来极尽暧昧。 划过蒋瑶凑上去亲吻周行川的那一张时, 我的心突然狠狠下坠, 随后是密密麻麻的刺痛。 我第一反应, 这是假的, 可蒋瑶接下来发的微博, 却给我重重一击。 他发了一张光盘, 上面写着周行川三个字, 落款时间, 2016年6月1号。 高中毕业那一年, 蒋瑶发完就秒删了, 但已经被截图下来风转。 几分钟后, 他又更新了一条指向模糊又清晰的内容, 陪伴是最漫长的告白。 网友一下就炸开了锅, 卧槽, 姐你可藏得真身啊, 校服到婚纱磕死我了。 周行川工作室, 说句话呀, 老公。 倒是爱蹭, 周行川签名我一次性写一百个, 假的吧? 光盘里什么内容啊? 是那个告白视频吗? 是你妈女主角? 不久后, 蒋瑶点赞了这条评论, 像是要证明什么似的, 他又连续发了好几条高中时期的照片。 我看着熟悉的校服, 疏忽想起一些 已经被我刻意遗忘的瞬间。 比如周行川和蒋瑶 一起主持校文化艺术节, 蒋瑶跑来要我给他们拍合照。 那时候, 蒋瑶会在教室门外探头喊周同学, 排练了, 引起同学一阵起哄。 而周行川总是一脸淡定地出去, 就让我以为, 蒋瑶也没什么特别的。 办公室里时针走向八点半, 我的电话响了。 星星, 晚上回家陪爷爷喝碗甜汤啊。 电话那头, 爷爷的声音中气十足。 我硬下来, 转头就给保姆发了短信。 爷爷上网了吗? 保姆很快回复, 嗯, 气得高血压差点犯了。 周爷爷家教森严, 讨厌娱乐圈, 更讨厌飞闻。 可他的儿子和孙子, 天天又都在娱乐圈。 周行川的爸爸妈妈, 是商业联姻, 没有情感基础。 周行川出生不久, 他妈妈得了产后抑郁, 反而又很黏周爸爸。 他在电视上看到周爸爸的飞闻, 开着车跑了出去。 周爸爸去追, 在高速公路上双双出了车祸。 从那以后, 周行川成了周爷爷的唯一精神寄托。 大家也一直觉得周行川很乖, 却没承想他在酝酿一场最大的叛逆。 周行川进了娱乐圈。 后来在我的劝说下, 爷爷接受了周行川的职业, 只要求他不要搞出乱七八糟的新闻。 我担心周行川被罚, 一路把车开得很快。 我走进老宅的后花园的时候, 周行川已经是跪着的。 刚想上前, 就听到周行川的话。 周行川语气很坚定, 像一把钝刀刺入我的心脏。 他说, 我喜欢的从来就只有他一个。 他真的这么说的, 只喜欢讲摇一个。 酒吧里, 梁亦诚晃着杯子, 眼神中带着玩味。 我灌下一杯龙舌兰, 点了点头。 回想起热搜上的照片, 心里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 他手中都有周行川亲手刻的光盘。 那就是周行川的字, 他写周的横折勾, 从来不勾。 酒精裂道, 我忍不住闭了闭眼睛。 难难道, 我描过无数次呢, 不会认错。 况且那天在饭桌上, 周行川亲口承认过, 告白曲就是唱给喜欢的人。 我猛地灌了好几口酒, 被梁亦诚拦下。 梁远兴, 有时候发现你挺傻挺好骗的, 我怎么就没再努力一点呢? 思绪越来越混沌, 我拍开梁亦诚的脸, 你骗不到。 桌面上的手机亮了起来, 是周行川打来的不知道多少个电话。 刚刚我没有打招呼就走了, 给爷爷发了短信说试卷没改完。 出了老宅门, 却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最后来了梁亦诚的酒吧。 不接啊? 你老公累? 我要和他离婚了, 他不是。 我撇开盯着手机的视线。 梁亦诚笑了, 行, 那我陪你喝酒。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的脑子越来越重, 连看梁亦诚都变成了一个头两个大。 我想到洗手间洗脸清醒一下, 刚站起来就不自觉往前面倒。 梁亦诚连忙要来扶我。 还没碰上, 我就稳稳落入了一个带着凉气的怀抱。 看清来人后, 我摇摇晃晃地甩开他, 不要你扶。 周行川皱着眉把我拉回去, 稳稳地支撑住我的腰。 你醉了, 星星。 哟, 这不是我们大明星吗? 蓬壁生辉啊。 说着客套话, 梁亦诚连屁股都没挪动。 周行川把我裹在他的大衣里, 我来接我太太。 我瞬间被暖的意识模糊, 没有力气挣扎。 星星, 我们回家了。 周行川的怀抱是甘菊味的, 温暖的, 熟悉的。 清冷的声音从我头顶传来, 我下意识往香气园埋了埋。 意识越来越模糊, 只知道自己被周行川抱起来走了几步。 周行川, 你答应过我什么别忘了? 梁亦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答应过什么? 他俩还偷偷有约定了。 我趴在周行川怀里, 忍着头晕, 想抬起来问梁亦诚, 又被周行川押回去。 我竖起耳朵, 想听周行川的回答, 意识却越来越模糊, 意识清醒的时候, 我还在周行川的怀里, 场景已经是熟悉的家。 其实在路上我就醒了。 只是头晕, 又想拒绝沟通, 就闭着眼睛装睡。 周行川把我放在床上, 俯身要来替我脱外套。 我晃晃悠悠地一脚灯开他。 周行川拖了力气, 被我揣坐在床上愣愣地看着我。 视线对上, 我善善收回脚, 移开视线。 周行川, 我们离婚吧。 明明做了一路的心理建设, 说出口声音却还是抖的。 别说气话。 周行川语气很软, 做得离我近了些。 他伸手来擦我的眼泪, 动作无比温柔。 我故意把眼泪沾湿了他的衬衣袖口, 他也没有说什么。 明明这个人最有洁癖。 心里莫名委屈, 我脑子发昏, 说话几乎是凭着直觉。 你不喜欢我, 还睡我, 渣男。 无所谓, 你去找你的白月光吧。 反正我们也只是协议结婚, 周行川突然栖身捂住了我的嘴, 手也顺势拦上了我的腰, 目光如炬。 我挣扎不开, 又说不出话, 只能贴开脑袋。 他松开我的嘴, 板正我的脑袋, 眼神忧伸, 星星, 是你睡我。 我无法控制地想到那天晚上, 周行川把我放在床上吻了很久, 最后气喘吁吁地退开, 使我脑子发懵, 拽住他不让他走, 翻旧账把自己给翻进去, 我顿时心虚。 可想到他的白月光, 我又硬气起来, 我不管, 我要离婚, 我也要去喜欢别人了, 明天我就去喜欢梁以成, 周行川直接吻了下来, 动作凶狠又深入。 我嘴唇好痛, 也毫不示弱地咬破了他的嘴唇。 血腥气瞬间在我俩之间蔓延开来, 可周行川没有放开,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松开我, 轻咬着我的下唇, 声音很沉, 我不同意。 周行川眼眶瞬间通红, 星星, 你不能对我始乱中气, 结婚是你要的, 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周行川的绯闻被连夜澄清了, 周行川的工作室, 放出了另一个视角的监控, 视频版本更加有说服力, 在讲谣靠近的一瞬间, 周行川就已经皱着眉躲开。 同时,周行川的个人号只发了一句话, 太太是圈外人, 我很爱她, 只是我忙着买醉, 并没有看到。 我躲在自己的公寓好几天, 没有接周行川的电话。 那天晚上, 我实在是撑不住, 和周行川说好了第二天在谈, 临到头又跑了。 我后悔冲动说出的离婚, 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 我说, 我想冷静一下。 周行川没有再逼我, 只是一如既往地给我发自己的行程。 他入围了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马上就要到湾省去。 金像奖颁奖的前一天, 是梁以诚回英国的日子。 他到了机场, 才给我发的消息。 我赶到的时候, 登机时间已经快到了。 真不考虑踹了周行川, 跟我去英国。 梁以诚戴着墨镜, 笑得魂不立。 我摇摇头, 看向登机口等着他的女孩, 挑了挑眉。 梁以诚, 你知道的, 我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喜欢周行川了。 就算他喜欢过别人, 我愣了愣, 坚定回答, 就算他喜欢过别人。 况且我能感受到爱意的, 我又不傻。 那天晚上, 我更多是借着酒精, 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罢了。 如果周行川真的喜欢别人, 我会成全他。 但如果他爱我呢? 暗恋本来就是一场盛大的豪赌, 不是吗? 梁以诚看着我笑, 毫不留情地拆台, 你就是傻。 你就当我是吧, 一路平安啊梁以诚。 梁以诚挑了挑眉, 傻子, 我再送你一个礼物。 说完, 梁以诚突然上前捧起我的脸, 轻身靠近, 又再触碰到我的咫尺之间停了下来。 我慌乱地推开它, 别闹了梁以诚。 梁以诚被我推得退了两步, 却丝毫不恼, 只是向我抬了抬下巴。 我愣了愣, 顺着他的视线转身, 瞬间愣在了原地。 原本应该在湾省参加颁奖典礼的周行川, 正大步向我走来。 一身全副武装, 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 机场的广播响起, 梁以诚拉上了行李冲着我笑, 总要给他也制造点危机感吧, 不用谢哥哥。 机场的休息室, 周行川把我压在门后, 膝盖紧紧卡在了我的两条腿之间, 几乎要把我架起来。 他亲你了。 周行川戴着口罩和帽子, 整个人只露出了个眼睛, 看不见表情, 却能听出来, 带着隐隐的怒气。 你怎么没去领奖? 距离颁奖就剩几个小时, 他怎么赶得上啊? 周行川像是听不见似的, 摘了口罩, 双手揽上我的后腰, 越来越紧。 温热的呼吸扑打在我的脸上, 周行川语气危险。 他亲了哪里? 右脸颊上传来柔软的触感。 这里吗? 又一到了唇角。 还是这里? 心跳不自觉加快, 我偏开头躲塌的吻。 我都要和你离婚了, 你还管那么多? 周行川又追了过来, 额头抵在了我的脖子, 低声道, 星星, 不要跟我离婚, 我喜欢你。 心猛的一正, 骗人。 我小声道, 那你要我怎么证明呢? 他顿了顿, 整个脑袋埋进了我的脑袋, 语气又软又无奈, 要我把心挖出来给你看吗? 周行川从没用这样的语气 说过这种话。 这样示弱, 心软几乎是一瞬间的事。 周行川说完, 就这样安静靠在我身上很久。 时针一针一秒地走动, 我忍不住开口。 那你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还在北城? 我就重新考虑。 周行川肃然抬起头, 捧起我的脸亲了一口, 又嫌不够湿的, 加上了两边的脸颊。 我被他抓着躲避不及, 只觉得被一只粘人的大狗缠上了。 一系列动作做完, 他才一脸委屈地开口, 怕老婆使乱中气, 我还哪有心思领奖。 扑! 我没忍住笑出声, 周行川, 撒娇不太适合你。 周行川偏过头, 耳朵瞬间红了。 他倾咳了一声, 诚实道, 梁以诚说要带你去英国, 我怕你真的和他走了, 所以从湾省急匆匆赶回来。 这个傻子,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能盯着他看。 周行川又来亲我的眼睛, 牵上我的手, 食指紧扣, 其实不一定会获奖, 没去也, 不行。 我打断他, 语气坚定, 我相信你会的, 所以快去。 不拿奖, 别回来见我。 我查过最近的一班机票, 还来得及。 周行川又报了上来, 那你等我, 好不好? 我没有等他。 学校和市里的贫困县, W县第一中学的合作项目。 我被派到贫困县示范教学, 出发时间已经到了。 示范教学为期一周, 上课, 批作业, 写教案, 还得兼顾原本班上的同学, 我忙得不亦乐乎。 就连周行川给我发消息, 我都是敷衍着回复的。 我刚想把手机放下, 他又发来了消息, 那我能来找你吗? 颁奖当天, 我在老旧的大巴车上看了颁奖典礼。 周行川一身剪裁精良的西装, 握着奖杯站在领奖台, 闪闪发光。 我心跳如雷鼓, 回复他, 最好不要。 公众人物, 出行哪有那么简单。 周末, 我在学校加班, 办公室里突然来了一位脸生的姑娘。 校长把他带到我面前, 介绍道, 梁老师, 这位是上一届的高考线状元, 邱丽君。 邱丽君, 想起来了, 是我资助的小姑娘。 前段时间提出过要和我见面。 我让中间人给他打了一笔生活费, 拒调了会面邀约。 资助人和被资助人, 不见面才是最好的。 小姑娘有些局促不安, 刚坐下就怯怯地和我道歉。 梁老师, 对不起。 周行川的那个视频, 是我放到网上的, 我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有人联系我要出高价买下那张光碟, 我一时糊涂就卖给他了, 我想着这样能还你的资助费用, 事后我很后悔, 所以才联系了您, 可是您不见我, 我被他说得一头雾水。 周行川的视频, 他怎么会有? 直到小姑娘从书包里拿出了那本合议。 光碟是夹在书里的, 我好奇, 就放了看一看。 他突然想起什么, 我拍了照片。 我内心一正, 颤着手接过那本曾经看过好几遍的小说和他的手机。 手机的照片, 一张光碟静静地躺在书里, 封面写着给星星, 落款是周行川, 2016年6月1日, 和蒋瑶发的那张字迹一模一样, 只是多了给星星三个字。 你那本合议呢? 送掉了, 高考后你帮我拿回来, 我就没有再翻过。 原来如此。 原来周行川那天说的, 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再想, 周行川为什么会突然问起这本书。 原来是因为他以为我看见了光盘, 还发到了网上, 所以他才会突然回家。 这张从未被我发现过的光碟, 收藏着周行川那些不可宣之于口的秘密。 而我, 才是那个秘密的中心。 小姑娘走后, 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宁静。 窗外夕阳洒进来, 光落在了桌边那本盒椅上。 我收起书本, 准备回到教师宿舍。 一转头, 对上了一双深邃的眼睛。 周行川风尘仆仆, 大衣和皮鞋上都沾染了灰尘。 像一棵安静的树一样, 站在窗外。 就这样站在我身后, 不知道看了我多久。 周行川上来牵我的手, 语气平静, 住哪儿? 我愣愣到, 教师宿舍。 嗯, 走吧。 一路上, 周行川都平静得不像样子。 好几次我想张嘴说点什么, 又被他忧深的眸子给按下去。 可下一秒, 我就发现我错了。 刚关上了门, 我便被他一把抵在了门后, 一言不发地吻下来。 周行川是清冷的, 温柔的, 可他的吻是无比深入的, 滚烫的。 我下意识挣扎了一瞬, 便被他一把抱起, 丢到了床上。 再次覆下来, 周行川嘴上的动作轻柔了很多。 直到我顺从地张嘴, 他愣了一瞬, 又恢复了不冷静的样子。 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 看周行川失控, 挺有趣的。 老舅的木床发出警告, 我如梦初醒去推他, 隔壁有人, 根本听不进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周行川才艳足班地停下, 像只野兽一样, 清甜我的下唇。 在开口的时候, 嗓音嘶哑到, 近乎失了声音。 想你。 他咬住了我的耳朵丝膜。 周行川买手在我井间, 明明是身材高大的人, 莫名却像只被抛弃的小兽。 我内心软成了一滩水, 喊他的名字。 周行川, 嗯, 你高中就喜欢我吗? 你也和我一样, 从很早很早以前, 就开始喜欢了吗? 房间静了一瞬, 我一直爱你。 颈窝处传来闷闷的声音。 一瞬间, 莫名的委屈涌到心脏, 一阵酸软。 我咽了咽喉咙, 声音很轻, 为什么你爱我, 又不让我知道啊? 为什么两个胆小鬼, 相爱却彼此沉默这么多年? 我以为, 你一直喜欢梁义成。 在周行川嘴里, 我才知道18岁的周行川, 是我自己做美的。 高中那会儿, 有一阵特别流行写情书, 我脑子一热, 也往周行川抽屉里放了一封。 看周行川越走越近, 又打起了退堂鼓。 封面上没有写名字, 就写了个又大又中二的至爱人。 千钧一发之际, 我使劲朝着梁以成识眼色。 梁以成虎口夺书, 被兄弟, 不好意思, 写给我的。 没想到, 周行川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字。 我当时忙着装安纯, 假装与我无关, 他就以为我默认了。 以为情书真是写给梁以成的。 加上高中青春期别扭, 对喜欢的人总是小心翼翼, 反倒对梁以成大大咧咧。 连运动会, 你都宁愿问他, 不问我。 周行川亲了亲我的手心, 又转而食指紧扣, 开口语气委屈。 我想到他说的是哪一次。 高二运动会, 项目人员都抱不满。 身为体育委员的, 我只好从身边人下手。 可那会周行川在冲刺物理竞赛, 我自然不想耽误他。 挑了正在做题的周行川一眼, 我果断转身对着后桌的梁以成笑得谄媚。 梁哥, 作为我们班最高最帅的男人, 你不会不想报名吧? 梁以成吊儿郎当挑了挑眉, 别乱喊啊, 哥是男孩。 我一阵无语, 强行给他填了一个三千米。 到报名截止那天, 我们班的跳远项目还是空的。 我撇着嘴拿着表准备去教的时候, 戴着耳机的周行川突然拉住了我。 还缺哪个项目的人? 啊? 周行川摘下耳机, 语气无奈, 我忘了报名时间了。 那时候, 我还傻傻以为周行川是做题累了想放松一下。 从W线回来之后, 我和周行川一起回了老宅。 爷爷见我和周行川牵着手进门, 原本皱着的脸才一下笑开。 我跑到爷爷身边, 挽着爷爷的手向他道歉那天的不告而别。 爷爷笑着白白手, 罚你今天陪我喝甜汤。 他拿拐杖轻轻敲了周行川的大腿, 臭小子, 把我孙媳妇弄没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没长嘴, 该打。 周行川一动不动地瘦了, 嗯, 不会弄丢了。 这天晚上, 我们宿在了老宅。 睡前路过书房时, 我又想起当初爷爷提起婚约的情景。 我欣喜又无措地往周行川看去, 他却只是低着头, 神情黯淡。 直到现在, 我都不愿再想起那个场景。 回到房间以后, 周行川的手不安分地勾着我的衣服下摆。 他的人设崩得太快, 现在哪还有清冷的样子。 稳要落下来时, 我抬手挡住了他的脸。 周行川, 为什么又要拒绝婚约啊? 我努了努嘴, 即使以为我高中, 喜欢梁以成, 那也过去很多年了不是吗? 你真的想知道? 那天我们说起以前, 我难过了很久。 周行川抱着我哄, 说再也不提了。 可今天我又忍不住翻了旧账。 周行川把我抱进怀里, 嘴唇抵在我耳边, 声音有些沙哑。 爸爸妈妈是联姻在一起的, 最后却, 他顿了顿, 说得有些艰难, 我怕用卑鄙的方式把你绑在身边, 会出问题。 周行川说得很模糊, 我却听清楚。 虽然出事的时候, 周行川还很小, 但也懂事了。 他知道, 如果爸爸妈妈之间有爱, 或许不会有后来的悲惨结局。 周行川看着健康成长起来, 却早就在心里埋下了创伤。 是我的问题, 是我太胆小了。 他亲了亲我, 小声道, 那为什么后来又答应了? 我哽了哽, 转身偷偷擦了眼泪。 周行川很久没有回答, 直到我以为他睡着了, 转身去看, 猝不及防就被堵住了嘴唇。 喘息间, 周行川声音断断续续, 因为你来找我了, 谢谢你来找我。 他哽咽道, 我心软成了一团, 攀上他的肩膀,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别怕呀, 周行川。 周行川正了正, 郑重地亲了亲我的额头。 嗯, 我爱你。 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敲门,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三个月前的一场商务谈判, 我和宋池都喝醉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或许气氛太好, 或许只是单纯的酒后乱性, 总之春风一度, 我俩睡了, 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都很尴尬, 因为我和宋池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 也是朋友。 我俩从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后来又是同一所大学, 大四毕业后他直接接管家族的生意, 我进修又读了三年的研, 研究生毕业那年他郑重邀请我去给他当助理。 彼时他正在PR艰难上位, 身边的助理秘书不是对他心怀鬼胎, 就是家族的叔父伯伯们派来的监视器, 他烦不胜烦, 助理换了几任, 身边的人都不敢信任。 我想帮帮他, 就去了。 现在发生这样尴尬的事, 不仅工作难做, 可能连朋友都坐不下去了。 我记得我当时拥着被子坐在床上, 极力镇定地和他说, 这只是意外, 实在是太多年的朋友, 工作弃合, 如果为了这件事疏离于谁, 都是极大的损失。 所以我们都把这当成意外来处理, 在最初的尴尬过去后, 我们默契地绝口不提这件事, 倒也逐渐回到原来的相处模式。 主要也是因为那晚大家都喝断片了, 没什么具体细节的记忆, 真是谢天谢地。 这本来只会是一个悄无声息的意外, 直到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沉思三天后, 决定和宋池提分手, 阿呸提离职。 他正翻着各部门的季度总结报告, 连眼皮子都没抬, 一连串的挑剔怒骂, 看起来有点暴躁。 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惹他, 我失去地闭上嘴, 在一旁做安纯样, 乖乖听他训人, 果不其然, 他训着训着就训到我头上了, 问我, 你是我的首席助理, 我每个月给你开这样的高薪, 你就是这样做事的。 冤, 我可真是太冤了。 部门的总结报告写得不好, 为什么要骂我? 我只是一个助理啊。 苍天有眼, 宋池身边的工作并不好做, 他这个人, 归毛且要求搞, 非常的不好伺候, 我挣的每一分都是血汗钱。 且不说公司的那些事, 你不仅要干好助理的分内工作, 还要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的观测公司, 各种动态, 更要学会滴水不漏地应付各种难产懂事。 这还是公司, 他还有很严重的强迫症, 精神解体更是尤其, 他非常讨厌外人进入他的私人领域, 所以工作之余, 他私生活得方方面面, 我也要全盘顾全。 首先是他的那些女伴, 他这个人喜心厌旧速度快, 和女伴分手的时候也要我出马。 几乎每个月, 我都要坐在咖啡店里听一个女人, 坐在我面前对我说她有多爱多爱送吃, 或者哭哭啼啼, 偶尔遇见脾气火爆的, 一杯咖啡当头浇下, 我还要面不改色地一边用纸巾擦脸, 一边淡定地将支票递过去, 说, 如果还不解气, 您可以将这张支票也撕掉。 然后还要善意地提醒, 当然, TR从不补开支票, 也不对现有任何破损的支票。 当了他的助力之后, 我的手机每天24小时, 没有一分钟是敢关机的, 连免打扰模式都不敢开。 所以, 你看看, 你看看, 他付我高薪资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我赚的是容易钱吗? 我赚的那是血汗钱啊。 算了算了, 不能想了, 想起这些往事, 我就心酸。 我常常地叹一口气, 送池终于翻完市场报告了, 闻声朝我望过来, 挑眉疑惑地问, 你还处在这里像个柱子一样干嘛? 还没被骂够? 我双手握拳, 想着老娘都要辞职了, 姐就是女王。 我要硬气一回, 我深吸一口气, 给自己壮胆, 她目光如炬, 我撑起来的那口气松了, 然后很小声地说, 我, 我, 我要辞职。 她将手里的报告, 趴得扔在面前的桌子上, 往后依靠在依靠上, 目光上上下下地打亮我两眼后, 最后醋眉将目光定格在我的脸上, 直直望着我的眼睛。 圣母玛丽亚呀, 我在她目光下抖了抖, 她开始转手里的笔, 她一有不确定或者心烦的事就喜欢转笔, 这是从她学生时代就养成的习惯, 现在她一边转着笔, 一边问我, 为什么? 我用脚蹭地上的地毯, 说, 太累了,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她吃笑, 我给你放一个月, 半个月价, 够不够? 不够给你二十天。 我闭上眼, 豁出去, 我说, 宋池, 我怀孕了。 她手里的笔啪哒掉在石木办公桌上, 然后咕噜噜滚着掉下桌, 她神色苍白, 脸色震惊, 毫无形象地张着嘴巴望着我, 问, 你说什么? 但她很快反应过来, 脸色一点点地难看下来, 我想她应该也想到了三个月前的那场乌龙。 我默默欣赏她精彩分成的脸色, 最后定格在铁青上, 她问我,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没说话, 她已经知道了, 是了, 三天前, 你跟我请假说去医院。 她又反应过来, 目光锐利地朝我望过来, 语气很凶, 她问我, 辞职, 接下去呢? 你要学着总裁小说里写的那样带球跑吗? 嘖嘖, 她竟然还知道总裁小说带球跑,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但老实说, 宋家长孙, 打死我我都不敢这样自作主张, 多年后, 要是被宋池发现我带球跑, 相信我, 一定没有总裁小说里的什么先婚后爱, 什么破镜重圆, 什么指手相看泪眼, 她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她这个人, 最讨厌身边的人背叛, 欺骗她。 我甚至连瞒着她我怀孕了都不敢。 当年大一刚入校的时候, 我进了院学生会, 有一个学姐经常拿那几点学分欺负我, 做很多杂事还要给她买饭买水, 跑腿拿快递, 主要买完她还不给钱。 我以前很耸, 默默不敢反抗, 有一次不知怎么地被宋池知道了。 那天, 她大概刚下体育课, 还抱着篮球, 她可没有什么男生不能打女生的绅士风度。 篮球擦着那个学姐的耳边, 急迟砸到后面的空地上, 她指着瑟瑟发抖的我对瑟瑟发抖的学姐说, 她, 我照的, 懂吗? 学姐面无人色地表示懂了, 我两眼泪盈鱼框, 还没抱着她的大腿表示感谢, 她就过来比刚才杂学解食更凶的样子, 来点着我的额头, 吼我, 你是猪吗? 别人欺负你就受着, 再说, 即使你不敢反抗, 你不会过来和我说吗? 有什么事需要瞒着我? 有什么事需要瞒着我? 那之后, 除了一件事, 我再也没有瞒过她任何事。 老实说, 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 我忐忑不安了很久, 现在把难题抛给她, 我轻松了很多。 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落下, 我往后坐在会议桌前, 拆开桌上一包小蛋糕, 看她像个困兽一样, 转来转去。 包装纸带的声音大概吵到她思考, 所以她醋没望过来, 我一边咬着小蛋糕, 一边理直气壮地摸着腹部和她说, 我累。 她哽了一下, 忍吓到嘴边的一句话, 她难得吃瘪, 我看得简直心花怒放。 原来, 古代母平子贵是这种感受, 憋屈了这么多年, 我终于翻身当家把歌唱, 只是不知道能唱多久。 宋池重新带我去医院检查, 当时我自己去时心神不宁, 也没有认真看, 如今宋池带我过来, 我们头挨头看着, 彩抄里面的那两个MMS巧克力豆, 像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医生指给我们看, 是对双胞胎现在三个月发育得很好。 双胞胎啊! 我偏头去看宋池, 她很认真地盯着屏幕, 眼睫浓密且长, 转心致志的样子, 嘴角紧紧地抿在一起, 下额线绷得很紧,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回去的路上, 我们都沉默不语, 我看着她挂在车上的挂饰, 上百万的豪车, 挂着一枚俗气的 平安节, 我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她竟然还留着, 因为这是我大三的时候给她编的。 那时候给男朋友支围巾编手链, 在校中盛行, 我们宿舍六个人, 除了我, 人人都有男朋友, 整个宿舍在支围巾中 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 和宋池出来吃饭的时候, 她看我丧礼, 丧气地多问了一句, 和她说完之后, 她扑哧一声笑出来, 啼笑皆非, 那你给我支不就行了。 我摆她一眼, 有气无力地说, 我给你支你又不会带, 我干嘛浪费这个时间和精力。 她从来都没有戴过围巾, 她无语, 真搞不懂你们女生, 连这个也要攀比。 最后, 我还是给她支了个平安节, 因为这是最简单的, 最后, 扔给她的时候, 我一再强调, 为了不辜负我的这番心意, 她至少要带两个星期才行。 她当时拿着那个平安节问我, 这玩意你让我带在哪? 然后嘖嘖两声又嫌弃, 这么丑的东西你也敢拿出来送人。 后来她将这个平安节当车坠, 在后来大学毕业, 她换车, 挑新车的时候, 也是我陪着她去的, 看中之后, 她把那个平安截取下挂在新车里, 还和我笑, 挂这么久, 都有感情了, 竟然把这么丑的东西看顺眼了。 我哈哈大笑, 往事令人怅然, 现实令人头大。 最后车停在我公寓楼下, 她没动, 我也没动, 看得出来这件事对她的冲击很大, 她是天之骄子, 她递, 运筹帷幄, 事事都要掌控在手心才安心, 这种事也确实不好做决定。 她双手握住, 方向盘久久不语, 最后长叹一口气, 她问我, 你怎么打算的? 听听这话问的, 语气仿佛是每周例行会议上, 她指着策划方案报告反问我, 所以把这个交上来, 你觉得这个案子是可行的? 她这个人最烦, 明明心里很有主意, 有自己的考量, 但偏偏还要问一问你, 要是和她心里想的一样, 她也不会夸你, 要是不一样, 她就用那种你笨得要死的眼神望着你, 而且语气还不耐烦, 说, 我养着你是干什么用的, 当吉祥物吗? 有我这么惨的吉祥物吗? 我像忘记背书第二天背老师, 随堂测试叫起来的悲催学生一样, 不知道正确答案, 只能小声地回, 我预定了下周的妇产科手术, 我看她的手指, 她的食指有规律地敲在方向盘上, 她脑子一定在高速运转着, 最后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她叹息一声, 说, 你先上去吧, 一个星期后, 她陪我去医院, 她安排的新的医院, 送池陪着我在病房等着, 我们俩相对漠然, 久久不语, 最后护士来换人, 我就要走进病房的时候, 她突然拉住我, 她像下定决心一样, 说, 你愿不愿意把他们生下来, 我张大嘴巴震惊地望着她, 她有条不紊地一条条梳理下来, 你不准备嫁人, 我暂时也没有娶妻的打算, 我们可以不结婚, 共同抚育他们, 我会给他们以及你最好的保障, 这短短几句话, 从她嘴里说出来令人震惊, 我知道她承诺的分量, 这个一向独断专行的男人站在我面前, 眉眼低垂, 在征询我的意见, 当然, 以你的意见为主, 我没有任何强迫你的意思, 我力索地将身上的病服脱下来, 然后拉着她往外走, 可以, 送二少女放心, 你去母留子我都是不介意的, 到时候, 孩子生下来, 你一个, 我一个, 我们皆大欢喜, 快快乐乐, 我不寄予你财产,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保证, 你养的那个孩子一辈子, 都不会知道我是他母亲的, 就这样说定了, 我接受得太过欢快和流畅, 她在我身后用气声问,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 不对劲也晚了, 我装作没听见, 现代独立又有钱的女性, 大概都幻想过一件事, 就是如何跳过结婚和老公拥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宋池基因好, 智商高, 以后生出来的孩子质量肯定也很高, 我很满意, 我没想到宋池竟然还记得, 我没有结婚的打算这件事, 这还是很久之前了, 大四的时候, 我被交往两个月的男朋友劈腿, 关键是还刮走了我所有的奖学金, 我是人才两空, 那时候宋池也很惨, 她和英语系的细花交往, 我在她身边这么多年下来, 这位细花大概是唯一一位令她真正动心的人, 细花长得很古典, 修养高, 说话温声细语的, 喜欢穿棉麻的长裙, 温温柔柔立在那里, 就像从江南水乡的画上走下来一样, 她连牵一牵她的手都感觉是唐突, 年少时的心动都是热烈澎湃且真挚的, 那时她还没长成现在这样, 即毒蛇又龟毛还自大的样子, 刚一毕业她就拉着这位英语系细花去见她大哥, 她大哥宋锦诚是位狠人, 当时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宋走人后两天, 将那个细花画着浓妆在酒吧, 和形形色色的人蹦迪合照的照片打包送给宋池, 还附送了一份这个细花和别人签的长期包养合同, 宋锦诚交给宋池的第一堂课, 凡事摸清底细后再犯蠢, 和宋池一个朋友圈的二世祖都拿这件事笑她, 她人前也一副满不在意的样子, 只有我一个人见过, 她看过那些东西之后的样子, 她眼睛通红, 捏着啤酒罐坐在操场上问我, 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想问, 怎么会这样呢? 那样柔柔弱弱看起来, 清清白白地说起话来温柔有礼的姑娘, 怎么会穿着吊带超短裙, 在酒吧和不同男人贴身热舞, 还被人包养了三年呢? 不过我也是被戴眼镜的文艺男片财, 人不可貌相。 我和宋池伤心人对伤心人, 两个人在操场上平分一箱啤酒, 狠狠一碰杯, 我恶狠狠地发誓, 老娘再也不相信男人了, 什么爱情, 滚开吧。 我要一辈子做个有钱的单身富婆, 同样是受情伤和欺骗, 后来我变成了一个有钱没时间花的, 每天挣扎在猝死边缘的忙碌社处, 她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 肆意情长, 被无数漂亮女人争相, 投怀送抱的霸道英俊总裁。 也就这些年不断帮她处理桃色绯闻的时候, 我才悟了, 是我格局小了。 不过这么多年, 她身边女人各种类型来来往往, 我再也没见过计划那种类型, 大概是真的被伤到了。 算了算了, 往事就让她过去吧, 现在也不是适合回忆的好时机。 因为我和宋池签了份合约之后, 就开启了专业的合伙人模式, 合伙生孩子。 我开始休假, 从公司回来那一天, 整个部门的人都抱着我的大腿哭, 纷纷表达了对我的舍不得, 因为我走了之后也不知道谁能替他们承包宋池的挑刺和怒火, 所以表达完不舍他们开始旁敲侧击我, 是做了什么能让宋八皮同意, 我休这么长时间的假, 详取取经。 这经可有点难取了, 我抱着文件, 一本正经递毁, 色诱。 他们切了一声, 纷纷表达了对我这个回答的鄙视, 因为即使我色诱成功了, 他们也只当是我在占宋池的便宜。 就很奇怪, 宋池和很多人传出过绯闻, 但到了我, 竟然一点桃色新闻都没有, 有时候不解拿这个去问身边的人, 别误会, 只是单纯的好奇。 但他们头都不抬, 用很侮辱人格的语气说, 别开玩笑了和解。 什么? 宋池从PR运营总监实习道街PR, 是谁风里雨里坚定不移地陪在他身边? 是谁在连夜加班赶放案的时候, 陪在他身边一起通宵达旦的? 是谁陪在他身边滴水不漏地挡住董事会, 那群吃人肉不吐骨头的老家伙的? 是我是我都是我呀。 宋池自己有时都会感慨一句, 何花花,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好吧, 好兄弟, 我只希望他在摧残他的好兄弟时能心慈手软点, 比如别在半夜三点叫我去他家, 给他通被女人头发堵住的下水道。 我和宋池的友谊开始的其实挺莫名其妙, 这么多年下来, 他是我为手足, 我是他为, 为, 爱算了。 反正我们的革命友情是纯洁的, 能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的。 我高中的时候是个小胖妞, 高二理科分班的时候被分到宋池那个班级, 我们当时是按排名坐的, 我和宋池是同桌, 当时我坐在他外面, 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要不耐烦地说一句, 喂, 胖妞, 让让, 其实挺伤人的, 但我不敢嗶嗶, 因为我很耸, 那个时候宋池是全校闻名的叫霸, 成绩好长的帅家是好, 偏偏又不懂得低调, 这样的人生来就是众星捧月的, 呼朋唤有一堆人响应, 是人群中最耀眼的光。 宋池天天的那句胖妞或许没有恶意, 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顺着这个昵称, 将恶意强加在我身上, 所以我变成了一个自卑的, 每天在心里偷偷骂宋池的小胖妞。 后来是在一节体育考试课上, 同桌之间相互压腿做仰卧起做训练, 宋池很轻易地做完后压我的腿。 我做了三个后就气喘吁吁, 怎么都做不动, 在地上如动地像个被压住尾部的大青菜虫子, 徒劳地在地上挣扎, 宋池渐渐猝眉不耐烦, 旁边有做完的男生起哄大声地嘲笑。 有一声特别明显, 说,"她是猪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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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脸一红, 很崩溃地丢人地大声哭出来。 我至今仍记得, 泪眼朦胧中, 我看见宋池一愣, 然后站起来对旁边那群起哄的男生喊, 谁在笑? 旁边的笑声慢慢收敛, 她重新过来压住我的腿, 语气有些不耐烦, 说,"哭什么?还不快做?" 她的手并没有压到十处, 趁着体育老师不注意, 我曲着腿快速做了几个, 我做的时候她给我报数, 三、七、八、十二、十四、十八、 二十三、三十。 好,可以了,及格了。 好吧,那时候我想, 她真是个好人, 我以后再也不在心里偷偷骂她了。 熟人起来还是高三了, 有一次她逃课, 刚巧发了物理模拟随堂卷, 到交卷前她都没回来, 天人交战, 最后我帮她写完交了上去, 恰逢那次物理老师严查, 没写卷子的同学全部请家长, 那时候我偷偷地凑到她旁边和她说, 你别怕, 我帮你写好交上去了。 她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学校请家长, 因为我知道, 她很怕她歌颂锦承。 她当时一愣, 然后笑着用手鼎鼎我的肩膀, 说,谢了呀胖妞。 我很严肃地纠正她, 我不叫胖妞, 我叫和画画。 谁知她笑得更愉快了, 说,好,谢了呀花妞。 算了算了, 我不跟她一般见识。 再后来就莫名其妙地, 我们就成了朋友。 高三下学期的时候, 我问她想去哪个学校, 她大言不惭, 当然是最好的了。 说完捏住我的小肥脸, 说, 花妞你加油啊, 争取和我上同一所大学, 以后继续帮我写作业。 这日子想想就暗无天光, 我才不想和她同一所大学, 也才不想帮她写作业。 而且我笃定她这样天天逃课的学习法, 一定是上不了最好的大学的, 所以我拼命地学呀学。 高考完, 我瘦了三十五斤, 成绩出来, 那一天她发微信问我上了哪个大学, 我一说, 她就直接拨了个电话过来, 可以呀花妞, 以后继续帮我写作业呀。 我眼前一黑, 宋池一直说和我相处让人舒服, 大概是因为我不坐坐吧。 女生在她身边就没有不坐坐注意形象的, 只有我, 我们俩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能当她面啃玩一叠鸡爪和猪蹄, 大概没有女生在她面前这样彪悍, 所以她时常感慨, 还是和你在一起最舒服。 放松的状态最令人松弛, 松弛才能相处得舒服。 我们俩一直自诩为兄弟, 好吧, 是她是我为手足, 可能怎么都没想过, 有一天, 我要给她生孩子。 这要早一年, 有人跟我们这样说, 我和宋池估计会让她 直接去精神病院看看脑子。 这真的太奇怪了。 一开始, 我们都并不能进入角色, 我休假后开始在家养胎, 真的非常奇怪, 我一点怀孕的状态都没有。 我没经验, 也不知道别人怀孕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怀的这个三个月的双胞胎, 安安静静地待在我的肚子里, 除了肚子大点看起来像是长胖了, 其他的我一点孕妇的反应都没有。 我状态这样的好, 导致我和宋池时常忘记我是个孕妇。 有一次, 宋池下班来看我, 她一进门就跟个大爷一样 躺在客厅沙发上, 吩咐我, 怎么一点水果也不洗, 快去洗洗, 还有我饿死了, 我要吃排骨, 你快去做。 得, 我给她洗完水果, 就去做排骨, 做到一半厨房的灯突然不亮了, 老实公寓就是这点不好, 设施老旧, 我本来想重新装修一下的, 可工作强度太大, 一直没找到时间。 我熟练地打开抽屉找到灯泡, 踩在椅子上准备换灯泡, 宋二少大约是闻着排骨香, 一路寻着味道摸到厨房, 我正好站在椅子上拧电灯泡, 看见一个黑影子吓了一跳, 腿一抖, 要摔下来的时候, 她扑身过来接住我, 肚子刺痛一下, 我茫然地摸着肚子 和宋池惊恐的眼神四目相对, 我镇定地说, 我想起来了, 我怀孕了。 她也很镇定, 附和我, 对, 我也想起来了。 然后我们换了个位置, 我站在厨房门边看着她, 撸着白衬衫的袖子给我换灯泡。 呵, 当年物理满分的宋二少, 一个灯泡都不会换, 她倒过了半天都没成功, 然后尴尬地望着我, 给自己挽尊, 你去我那里吧, 你这破房子住什么, 不安全还危险。 啊, 宋池家里有固定的小时工, 舒适宽敞的环境, 我当即笑容满面地推辞, 这, 这不好吧? 万一你带女伴回去, 这撞上了影响多不好。 她黑着脸, 忍无可忍的样子, 狠狠捏着眉心, 忍耐着说, 我不会。 好嘞。 我欢快地答应一声, 立刻从善如流地去打包东西。 等等她换住我, 指着灶台上正在煮的排骨, 把这个带上。 她叹息一声, 公司那帮蠢人, 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 饿死了。 于是我抱着排骨, 她帮我拎着行李箱, 我就这样住进了她的豪华大平层, 开始同居生活。 五个月的时候, 我才感觉自己是真正的怀孕了, 因为肚子变得很大, 而且很喜欢吃东西, 我不挑, 酸甜苦辣只要好吃的, 我都喜欢吃, 嘴巴一刻都停不下来, 有时候宋池忧心忡忡地望着我, 眼神就像看一只带宰的猪。 而且我的睡眠开始日夜颠倒, 晚上我基本上无心睡眠, 精力盎然, 白天昏昏欲睡, 无精打采。 小崽子们第一次胎动是凌晨三点, 他们调皮地踢我的肚子, 一开始我没反应过来, 后来动作幅度很大, 我兴奋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直奔送驰的房间, 静止拧开她的房门。 自从我们同居后, 因为怕我晚上出什么事情, 所以她房间基本不锁, 我在黑暗中奔到她床边, 打开床头灯, 兴奋地摇她的肩膀, 送驰,送驰, 快醒醒,快醒醒。 她处理公务到凌晨一点, 才入睡, 被我吵醒后一脸阴郁, 头发乱糟糟地搭了在头顶上, 她有起床气, 所以咬牙切齿地瞪着我, 你最好有合理的理由。 我不理她, 将她的手放在我肚皮上, 兴奋惊叹又好奇地问她, 你感受到了吗? 小崽子们挺配合的, 送驰手放上来那一刻, 他们狠狠踹了一脚, 我惊奇地望着送驰, 她, 她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总之傻乎乎的, 隔了很久之后, 她才反应过来, 然后我们对视着傻乎乎地笑起来, 笑着笑着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床头灯光是日落的昏黄色, 隐晕出不大的一片亮色来, 有些暧昧的氛围, 她将手放在我肚子上, 我们离得很近, 她眼里的笑意还没收敛回去, 带着孩子气得新奇。 真奇怪, 她竟然也有这样稚气的时候, 呼吸进得几不可闻。 我突然有些紧张, 口干舌燥, 所以紧张地站起来, 支支吾吾地说, 你, 你先睡, 我, 我出去了。 她像是也有些紧张, 拥着被子点头, 好, 好, 简直太羞耻了, 我将自己埋在被子里, 伸手点着肚皮, 和肚子里的小仔子们商量, 你们都给我乖一点。 以前没经验, 但是随着月份越来越大之后, 我突然觉得, 我对宋池的依恋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我开始经常不由自主地想她, 以前因为工作将我们安排得形影不离, 所以一天24小时, 除了睡觉, 几乎每一分都和她在一起, 现在天天一个人在家里, 竟然还有点不适应了。 这真不是一个好兆头。 重新遇见韩瑶是在医院。 哦, 韩瑶就是当年那位英语系的细花, 重创宋池一颗真心的人。 当时, 我在医院楼下的长椅上坐着, 乖乖等宋池拿到产检结果过来, 结果一抬眼, 看见她和韩瑶一起从医院长长的扶梯上下来。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 细花不愧是细花, 这么多年下来, 美貌风韵不减分毫, 黑色长卷大波浪, 一袭黑裙衬的身材玲珑有致, 他俩在扶梯上并肩下来的时候, 样貌如此地登对, 周围的人都黯然失色。 我正正地看着, 忘记了做表情管理, 直到宋池的眼神扫视大厅, 最后落到我身上, 他似乎笑了一下, 然后无声地朝我做了一个口形, 大概是真乖。 韩瑶跟着他一起过来的, 细花猫一样妩媚的眼神, 从我的脸上, 落到我凸起的肚子上, 最后鄙夷地笑笑, 转身对着宋池时, 又是奄然一笑, 说,不打扰你们了, 后面再联系。 我心神不宁, 没去看宋池的表情。 后来回去, 宋池一条条地和我说, 医生给我产检的结果, 和孕妇注意事项,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 最后也没有问出那句, 你为什么又碰见韩瑶了? 你, 你还喜欢他吗? 那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梦回大三, 我握着那个编得很粗糙的平安节, 忐忑不安地等宋池出来, 等到南寝下面的路灯都依次亮起来, 我看见宋池拉着韩瑶的手 从外面刚刚回来, 韩瑶小鸟依人的威衣在他身边, 郎才女貌, 两个人那样相配, 任谁都得说一句绝配登对, 我为出口的告白就这样夭折在腹中, 是的, 我喜欢宋池, 高中我为了考进他说的那个大学,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为了能和他相配一点, 每天蔬菜沙拉长跑跳绳呼拉圈, 让自己瘦了三十五斤, 我那样那样喜欢他, 我只是喜欢他, 所以才想为他生孩子, 他一定想不到, 他是我为兄弟, 但是兄弟却偷偷暗恋他好多年, 可是这些话我不能说, 大三那年是没来得及开口, 现在是开不了口, 噩梦缠身的结果就是睡不好, 我无精打采几个星期, 闲来无事, 所以我给部门里的其他同事打电话, 电话一接通就听他们跟我哭诉完, 宋八皮的毒断和喜怒无常, 不过哭完之后话锋一转, 他们敲嘻嘻八卦神秘地说, 何姐, 我们怀疑宋总最近有情况了, 哦, 情况, 我一下子来了兴趣, 不会是韩瑶吧, 琳达信誓旦旦的八卦, 上个星期, 大老板不是加班吗, 小一进去给他送宵夜的时候, 看见大老板在接视频电话,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听见对面, 有个女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然后说他想吃西元那家的私房菜, 让他顺路打包带回去, 这还不是重点, 重重点是老板看见小一一进去, 就特别不自然地挂断了视频, 我的天哪, 老板这是真的有情况了吧, 能对老板这样以止气使的, 也不知道是哪路的狐狸精乌乌乌, 我心虚地在他的乌乌声中挂断电话, 心虚地想, 这个狐狸精, 大概可能或许是我, 孕期六个月之后, 我口味变得刁钻, 从荤素不济变成荤素不浸, 送持高价请的孕期营养师做出来的东西, 我连闻都不能闻, 前六个月我从来没有孕吐过, 过了第六个月, 我开始疯狂孕吐, 营养师看着我犯难, 说, 为了孩子也得强迫自己吃点东西啊, 我一边吐一边痛苦地往肚子里塞东西, 倒是送持看了那位高价营养师一眼, 脸色很正常, 平静地问, 我高价请你来, 是让你强迫孕妇吃东西吗? 明明不是多重的话, 营养师在一旁脸色发白, 战战兢兢地看起来有点可怜, 我就拉拉送持的袖子, 跟他说是我的缘故。 那天送持加班的时候, 我在家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想起了西园的菜。 西园是家私房菜, 一量少价高难预约, 闻名于胡氏富豪阶级, 之前送持当时在谈的女伴生日时, 我还帮他们预定过他们家的晚宴, 不过还没等到女方生日, 她就先收到了散伙的支票。 送持当时人在国外, 秉着绝不浪费的原则, 让我一个人去吃完整顿晚宴。 不愧是量少价高, 我一个人吃完一整顿晚宴的量竟然没饱, 最后看账单的时候那价格令人扎舌, 不过还好, 花的不是我的钱。 当时也没觉得好吃, 可那天在晚上, 那味道突然就令人垂涎欲滴起来, 于是我就给送持打电话了。 她一个小时后就回来了, 带着要提前三个月预约, 绝不对外打包的西园私房菜, 然后坐在一边看我吃, 还忧心忡忡地问, 够吗? 不够我让他们大厨到家里来给你做几个月饭。 然而我很快就腻歪了, 可能是怀着孩子的缘故, 送持对我的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有一天凌晨四点, 我突然想吃大学学校门口的炸年糕, 外胶脆内嫩软的口感, 均匀地涂抹一层特制辣椒酱。 啊,大学时送持每次逃课出去打游戏, 回来都会给我带两只炸年糕, 她也就这点有点良心了。 但是现在已经毕业不知多少年了, 送持连转两班航班刚回来, 正在到时差, 家里的厨子连夜给我做, 可是味道怎么都和记忆中的对不上, 孕期中的女人都敏感且脆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吃着吃着就哭了出来。 送持大约是听见动静, 自从我月份变大, 她就睡得很浅, 外面一有动静她就醒了。 她出来看见的时候, 我正对着五六叠各种各样做法的年糕捶泪。 她偏头去问站在一旁的营养师, 这是怎么了? 我仰头可怜兮兮地望着她, 我说, 送持, 你还记得我们大学门口的炸年糕吗? 她无奈地常常叹一口气, 然后从椅铐上拿起外套, 妥协中似乎带着宠溺, 走吧, 我带你去吃, 开车过去正好赶上饭点。 于是司机开着车, 他在车上倒着时差, 陪我去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吃年糕。 到学校门口的时候正好是黄昏, 炸年糕的摊子刚摆出来, 我站在一旁看摊主放在油锅中翻滚的年糕时,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我一手拿一只吃, 另一只手还拿着三个, 转身兴高采烈地去找送持, 车门开着, 他依靠在门边的座位上, 头靠在车门上, 眼睛合着, 眼睛下方一片清黑, 满脸倦怠, 应该是在假妹。 学校门口是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气, 来来往往的大学生洋溢着灿烂的青春气息, 黄昏的光静静地柔和地扑下来, 打在他身上, 罩着那英俊的脸, 一种恍惚微妙的温柔。 砰砰砰砰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脚步停在那里, 怎么都挪不动了。 宋池睁开眼睛, 漆黑的眼睛倒映着校门外吸壤的热闹, 但他只定定地看向我一个人, 唇边还带着笑, 调侃我, 怎么, 舍不得走了, 要不要把贪主请回去? 我不自在地瞥开眼, 嘟囔, 又不是我要吃, 是你儿子要吃。 是是是, 他毫无原则地点头附和我, 然后又笑, 你说不就个年糕, 吃不到你哭什么。 我没理他, 恍惚中咬下一口年糕, 还是记忆中的味道, 脆酥软, 唇齿流香。 我吃着年糕, 感觉像是在吃自己那点不能公开的, 微弱的, 只能偷腻于心底的可怜的三丈红尘俗事。 他问我, 怎么了? 吃个年糕怎么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在想什么? 我抬头看他一眼没说话, 佛约, 不可说, 不可说。 回去之后, 他用凉水扑把脸, 又要继续去工作, 我出神地看着电脑屏幕后面的他, 正正发呆, 有些搞不懂, 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或许可以说是我怀孕的缘故, 但从高中到现在, 我都能称得上他身边的一个例外, 他自己知道吗? 他到底怎么看我的, 真的是兄弟吗? 可他眉眼专注地盯着电脑, 大概是永远想不到我在想什么。 我怅然若失, 他突然眼神锐利地望过来, 我赶紧撇开视线, 听他指挥我, 和花花, 帮我看一下验证马。 好吧, 我拿起他的手机去看验证马, 不过看到验证马之前, 一条没有加入通讯录的手机号, 发的短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宋迟对我从来没有秘密, 鬼使神差的, 我打开看了一眼, 很简短的短信, 那个陌生号码发, 宋迟, 我是韩瑶, 你还记得我吗? 宋迟回的短信很严谨一概, 很符合他资本家的无情特质, 他回, 记得, 是需要我帮你介绍业务吗? 我举着手机, 目瞪口呆, 然后笑翻在沙发上, 他莫名其妙地骂我, 真的是怀孕脑子都坏掉了, 你傻笑什么呢? 验证马, 验证马, 我笑得哆哆嗦嗦地去翻验证马, 他凶我, 小心点, 别笑了, 一会又叫肚子痛了, 你小心点, 郁杰在心里这么久的心事, 一瞬间就消弭了, 我真心实意地望着他, 说, 宋迟, 你真是个好人, 炸年糕真好吃, 他警惕地上下打亮我两眼, 像是防着我糖衣炮弹后, 又要指使他做事情, 所以他没理我, 哼, 男人, 我见到宋锦诚是在我怀孕八个月的时候, 那时我肚子已经很大很大了, 动一动, 只觉得浑身骨头酸疼, 宋锦诚进门的时候, 我还在和宋迟抢遥控器, 因为他要让我看胎教课程, 但我执意要看传奇, 这是影帝带着他妻子 秦时演的第一部仙侠剧, 火遍论坛公共组, 秦时以前一直是 PR的权限全球代言, 不过他结婚后, 就没有和PR续约了, 我记得我一开始看这片子的时候, 宋迟看见还一脸难以描述的表情, 我问他当年是不是喜欢秦时, 才会给他这样久的代言, 他翻我一个白眼, 然后说, 一开始这片子招商的时候, 女主还没订, 女主订了之后, 一大批投资商撤资, 那笔资金空缺不小, 眼看着开不了机, 最后拆的钱, 是我大哥补上的, 他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咬牙切齿的愤愤不平, 补上还不算, 还挂了别的公司, 都不敢让他知道, 他点到极纸, 但我立即悟了, 秦时很漂亮, 一直被称为花瓶, 但是这部剧里, 他的演技可圈可点, 大概是身为影帝的老公言传身教的功劳, 当年拍宣传片的时候, 我和他接触过, 温温柔柔很随和, 没想到他竟然和宋池大哥宋锦城有过一段, 真是令人唏嘘, 就因为这个宋池不准我看传奇, 他们宋家男人, 真是小气, 那天是宋锦城的秘书暗月先进来的, 月姐在之前的公式对接中我们曾经见过几次, 当年我刚成为宋池的秘书, 搞不定很多事, 宋锦城让暗月姐来带过我两天, 后面熟悉了, 我们俩还一起偷偷吐槽过宋锦城, 他是个很可怕的人, 当然不是长得可怕, 他们宋家人都有一副上好皮囊, 但他就是给人一种狠, 很令人胆怯心惊的气质, 大概是手段实在太狠。 当年宋家二老因为意外去世, 宋家诺大的财产被不怀好意的亲戚霸占, 刚上高一的宋锦城拉扯右地宋池长大, 他一直隐忍不发, 也不知道怎么做的一点点, 将PR股权收回, 控制在自己手里, 董事会那帮老人被他调理得服服帖帖, 但他并不满足只在PR这个家族企业里掀起风雨, 所以后面另辟天地, 在美国金融交易所闯出一片天。 后来宋池毕业, 宋锦城就将宋家的企业交到宋池手里, 只在偶尔过问两句, 宋池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他大哥宋锦城。 当年宋池毕业进入PR, 先从运营总监做起, 公司那帮啃人骨头的元老, 根本不拿他当回事, 他面上不动声色, 气势拿捏得十足, 只有我知道他身上压力有多大, 每次他来学校找我吃饭都会喝醉, 然后问我,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大哥那样? 一个眼神递过去, 连话都不用说, 就让人战战兢兢。 当然, 他现在已经做到了, 但我想, 宋锦城永远都是他心目中的标杆。 其实, 近几年, 宋锦城已经转到幕后了, 几乎不怎么过问大大小小的事物, 当打开门, 看见暗月, 规规矩矩站在门外的时候, 我和宋驰对视一眼, 彼此都看到了完蛋。 肚子大的藏无可藏, 暗月的视线从我的脸上扭转到我肚子上, 暗暗对我投了个同情的眼神, 说, 二少, 宋总快到了。 宋锦城坐在沙发上, 我坐在他对面, 没办法, 孕妇的特权, 宋驰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站在我旁边, 挺义气地将所有错都揽在自己身上, 说, 大哥, 都是我自作主张。 宋锦城没理他, 看着我, 他既然来, 肯定所有信息都掌握齐全了, 所以没有问废话, 只说, 孩子生下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去看宋驰, 他看着我, 我示意他说, 他示意我说, 没法子, 我支支吾吾, 我们, 我们准备在不结婚的前提条件下共同抚养。 宋锦城抬了抬眼皮, 没什么表情, 没有这个选项, 宋家的孩子不能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中成长。 你们如果没有结婚的打算的话, 这孩子生下来后, 他看向我。 希望你可以离开, 永远不要出现在孩子面前, P2也不适合你待了, 希望你理解。 宋驰往前一步, 说, 大哥, 然而宋锦城那里并没有妥协的余地。 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离开时, 视线一瞥, 我心里暗暗想, 完了。 因为后面大大的电视投屏上, 定格在传奇的一幕画面上, 男女主因为误会争吵, 秦时饰演的女主仰头看着男主渲染玉气, 盈盈地一双泪眼, 让人看得心碎。 宋锦城正正看着, 明明没有多久, 他也很快地掩饰住自己的情绪了, 但那一瞬间, 我还是看见他眼底极快滑过的怅然。 真奇怪, 他这样万物, 唾手可得的人, 竟然也有这样怅然的表情。 我应该听宋驰的话看太轿的。 等宋锦城走了之后, 我和宋驰面面相去, 都看见彼此眼中的绝望, 谁都没想到, 事情竟然能发展成这个样子。 我恨铁不成钢地骂他, 要你有什么用, 这点小事都瞒不住你哥。 他脸一黑, 想骂我来着, 但视线撇过我的肚子, 又忍下去了, 天大地大, 孕妇最大, 要是以前, 给我八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这样和他叫嚣。 哎, 我又深深叹一口气, 宋驰怕影响我孕妇的心情, 安抚我, 别怕, 先生, 生下来我们再看, 有我。 有你也没用啊, 宋锦城一个眼神递过来, 我能吓到立马难产。 但还好, 我孩子生得很顺利, 预产期前一个月, 我就住进了医院, 宋驰每天在陪产房办公, 发作的时候, 我还在吃桃子, 突然肚子一阵一阵地痛起来, 我镇定地踢了踢了踢宋驰, 说, 我要生了。 他脸色一白, 慌张地站起来, 在我床边到处乱转, 问, 要生了。 啊, 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吗? 他去按我床头的灵患医生, 六神五主的样子, 不清楚地, 还以为是他要生了, 一点都不镇定。 不像我, 进产房前, 秉着不浪费的原则, 还将手里的桃子吃完了。 我是顺产转破副产, 中间一度很凶险, 但过程很顺利, 昏睡前接生的医生微微笑着恭喜我, 宋太太, 是对龙凤胎, 都很健康哦。 我嘴角一脸, 还没来得及纠正, 他我不是宋太太, 麻醉的药效就上来了, 我头一片, 昏睡过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 宋迟弯腰手在我的床边, 我身边放着两个墙宝, 孩子皱巴巴的, 丑得要命, 我被第一眼冲击到了, 不由得嫌弃的一一声, 虚弱的震惊, 怎么会这么丑? 宋迟不这样想, 我第一次看见他笑的, 看不见两只眼睛的样子, 温情默默地令人惶恐, 他一脸慈祥地看着那两个墙宝, 说, 怎么会, 长得多好看? 说完又看向我, 眼睛里水光一闪, 竟然像是要哭了一样, 喂喂喂, 我都没哭你哭什么,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的人设了? 人设崩了呀, 喂喂喂行行, 稳住稳住, 我警惕地看着宋迟, 他脆弱地拉过我的手握在手心里, 像是想过很久一样之后的下定决心, 他说, 和花花, 我们结婚吧, 怎么能这样? 夕阳的余晖透过窗户一点点地扑进来, 屋内是暖掉的温馨的橙黄色, 我虚弱地问他, 你这样是求婚? 他点点头, 将我的手放在唇边, 问, 你答不答应? 我其实想问他爱不爱我的, 或者喜不喜欢我, 若是不喜欢我, 那怎么能结婚呢? 但他很温柔地亲吻我的手背, 郑重其事地立下誓言, 和花花, 我会一辈子对你和孩子好的, 我们一起试试组建一个家庭好不好。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宋池一时兴起, 他只是看见孩子太感性激动了, 所以才会冲动之下许下一生的誓言。 他握着我的手, 专注地望着我, 眼里铺天盖地的, 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 我就是在那刻妥协, 我想算了吧, 算了吧, 一生这样长, 这样这样长, 我们有很漫长的时间在婚姻中去学会爱, 或者准确一点, 是让他爱上我, 并不是很难不是吗? 机会只有一次, 及时行乐, 勇敢一点,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我点点头, 看着他, 突然就像是回到了高中时代。 那节体育课, 也是如今这样的黄昏, 夕阳很好, 我在座仰卧起座, 他背对着漫天光辉, 一点一点地给我报数, 三, 七, 八, 十二, 十四, 十八, 二十三, 三十, 好, 可以了, 及格了。 藏了这样久的这三丈红尘心事, 到如今, 这样这样的幸运, 终于如愿以偿。 宋太太, 我喜欢这个新名字。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